老花姨美瑞达 瑞达姨呀 厨宝没来养完问题呀 第一个是我说 我从陕西朋友那他给我寄过来的卷柏 养了一个多星期叶子卷起来的 这就是卷柏呀 缺水了就卷 但是我看你怎么还用水给它泡起来了呀 厨宝 它不是水草 那有的话说老花姨那我看河边上人家那个 西边上小西 啊湖边上人家那怎么长的 它这个根系不是完全处在水中 你非得要水培可以 你知道清清点水的感觉吗 你可以让根系有一点点的接触水 好吧 现在就水大有点感觉 那能这么养呢 这不是那么养的这个花 它不是铜钱草 再说你那光照也是个问题 把水控干 把水控一控就留留留两毫米的水位 一直保持两毫米你再试试 会不会好一些 适当的用一小丢丢的肥料 先控控水再说啊 下个周保说 经常看到你回复网友的留言 讲的都挺好的 我买了个金山种植 网上没有答案 出了点问题 帮我看看 这不是 这种是类似于一个 狮子 你能理解什么叫狮子吗 就是 就跟人身上长狮子是一个道理 它不过是植物上面的狮子 一般称之为牧狮 狮子的品类有很多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你可以把隔壁老王的牙刷偷过来 哈哈哈 刷干净 刷干净之后呢 稍微打一些个药 好吧 另外呢 注意咱自己的一个浇水啊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好吗 这个就是一些病虫害导致的了 下个臭包 换了个盆啊 开了一次花就发黄掉一眼了 水大 缺光 通风差 你还用个塑料盆给掉 塑料盆你得让它透气透水啊 好家伙呢 你泡上 你以为是做酱呢 还是做泡菜呢 欧根了 积水欧根了 怎么办 先控水 能换盆就换盆 换个正儿八经的盆里边咬 下个臭包说 半个月前浇的水 现在有一些个 什么挺拔啊 这是啥玩意儿看不着 挺不挺拔咱不知道 反正你这个 有一些个烂 里边得了一些个病菌类的病害 用一些个多菌灵 上面啥也看不着 只能提供这些意见 我跟华尔文再说一下 如果华尔文提为任何花货问题 你最好拍个整体的照片 你 你就比方说我大 我给你打个比方说 你看我大舅子得病了 要不行了要嗝屁了 我 带他去看医院 我嫌他沉 我揪了个人的头发 我给他 大夫 隔家吗 我大舅子要嗝屁了 你大舅子呢 我大舅子嗝这 咋子 我能看出个啥呢 整体嘛 整体嘛 下个厕宝说 看你说这个枝子花 要剪干净的那堂 我给你剪了 还钓花苞 是不是我剪的腿土了 这不挺好的吗 花苞钓完的很正常 你看新长出来的叶子 有一点白白的黄黄的 就说明什么呢 营养不良 在植物上面叫黄化病 在人身上就叫贫血症 现在就缺肥啊 你得撕肥啊 对吧 它钓完了 新长出来叶子都不绿 肯定是肥料给摩上 下个厕宝说 能帮忙看我这个罗勒的叶子 为啥畸形吗 凹凸不平 磕磕瓦瓦 像一般这种啊 都缺钙 缺钙 你可能是用了一些个磷肥之类的 然后叶子不舒展 知道吧 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个氮肥 你类似于官叶型的一些营养液 高氮型的 你兑水之后 可以适当的喷一喷叶片 就会稍微舒展一些 别的没他 好了 典氧问题就到这了 最后呢 跟花尔门说一下 请问花尔问题呢 拍个完整清晰的照片 要不再就点个赞 我老花一 然后这样一 来 嗨 嘿嘿嘿